姜宇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确实啦 郭台铭呢 他有两种做法 一个种做法就是等 韩国瑜在 11月18号正式登记前 他的民调 他的韩粉逐渐的萎缩之后 国民党会不会有新的做法 因为据了解 现在韩粉的萎缩已经高达9% 那确实韩国瑜的民调也一直在下滑 在国民党里面也确实分成两派 一派呢是认为说团结才会赢 另外一派呢 他们其实真的投不下韩国瑜的人 他们现在也在等着说 到底会不会真的换 有一派人还是心存这样子的想法 那些人也有在上电视 大家也有看到这些人嘛 那我觉得说 这个也不是不可能 可是我最近又听到另外一种说法是说 吴敦毅 他还没有放弃想要选总统这件事 也就是说真的等到韩国瑜民调 如果真的滑到不能再滑 已经无药可救的时候 说不定那时候主席是 他就是想要来个御驾清真 他觉得说 诶 换瑜最后我吴敦毅只好勉为其难啊 我就只好出来承担啊 如果他是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 哇 那国民党也是真的吓到吃手手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现在这个状况其实很难去判断说 到底国民党未来会怎样 但是对郭台铭来讲 他要选总统的心意是非常坚定的 也就是说要不就是国民党如果真的走向换瑜 然后最后是郭台铭顺理成章 那是郭台铭的最佳算盘 那如果没有的话 郭台铭跟柯文哲王金平的结盟 在现在来看民调上也是可以当选的情况之下 也是有机会的 所以对郭台铭来讲他现在不急嘛 现在柯文哲也需要郭台铭 大家都想要郭台铭出来选 现在所谓不选最大 国民党也要来求他 今天郭龙斌也去号称是见了郭台铭 说要促成郭台铭跟吴敦毅会面 所谓吴郭会要成行 可是吴郭会成行之后的下一步或是什么 大家不知道 但是看得出来就是说郭台铭现在国民党也要拜托他 柯文哲也要拜托他 大家都来拜托他的时候 当然对他来讲 现在就静观其变 我看你们这个变局如何演变 到最后郭台铭他也可以拿到他想要的 所以对郭台铭来讲他现在是最不及的 那对国民党来讲 当然现在整党其实是忧心忡忡 过去是一人救全党 现在是全党救一人 对整个国民党来讲 全党救还是害 害全党 害一人啊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对国民党来讲 现在的状况 郭嘉宇讲的有道理 全党救一人 因为党中央只要有任何一个人 讲一点点韩国语的坏话就要开除 对所以这个党就可以正式调整成国语党 对对对 现在只要是批评韩国语的人 都要被国民党开除 所以把国民党真的变成国语党 是现在国民党的走向 而且国语党 国民党党纪真的很严 像高嘉宇不知道骂蔡英文多少次 都没有被开除 民进党的党纪真的比较松 没有民进党是比较大开大合的 我们是可以接受不同的声音 但是最后大家还是团结 哪有你也开除了吴子佳 马上网友就吐槽 他是民进党吗 对啊 当时我也不赞成开除吴子佳 说实话 国民党现在这样子的做法 很多党内人士也不以为难 这个只会让国民党最终走向毁灭 但是如果吴敦义他坚持要采取这样的做法 因为他就跟韩国瑜绑在一起了 所以现在对国民党来讲 现在整个看吴敦义把韩国瑜 两个人把国民党不知道绑架成什么样 所以对很多人来讲 是眼看着国民党即将要毁灭 可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那对郭台铭来讲 其实我之前也一再的重申 就是说郭台铭他也知道 国民党不能这样下去 所以之前选前他还说大哥拜托你 拜托韩国瑜 因为他知道韩国瑜一对一 是一定不会赢的 所以他抱着说救国民党 救中华民国的这个热忱 他觉得说非他不可的时候 我觉得郭台铭出来的机会 绝对是百分之百 现在你都觉得是百分之百 对一定是百分之百 那柯文哲大家也知道说 他最近跟蔡衍明的这些举动 跟以前的柯文哲是完全不一样 突然好像这个变了一个人 开始炮轰蔡衍明 然后直指他是红梅 后面就是国台办等等等 这些话都是 而且反红梅的游行运动抗争 是在六月份六月初 然后柯文哲两个月后 突然觉得这个红梅要反 这个红梅大亨很严重 可是两个月前 柯文哲并没有最近几天的言论 对 其实那时候柯文哲他比较低调 他比较没有 就算他可能有在自己的YouTube说 但是他并没有真的出来 反对蔡衍明 或是直接反望中 但是最近他的态度 已经非常明确了 那其实柯文哲这些态度 就是对郭台铭纳投名状嘛 就是说出郭台铭想说的话嘛 就是说郭台铭跟柯文哲之间的 互信基础是非常薄弱的 郭台铭也会觉得说 韩国瑜跟蔡衍明关系很好 你柯文哲不是也是吗 那如果我们合作 你还不是跟蔡衍明当好朋友 这样可以吗 郭台铭绝对不能接受嘛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这些动作 开始切割蔡衍明 就是表现出好像 我跟蔡衍明现在也水火不容了 那这样他当然就可以变 跟这个郭台铭更增加 他们的互信基础 更加的有合作的紧密关系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的这些动作 其实对于郭台铭来讲 都会这个点滴在心头 更加深他们合作的默契 跟可能的这个机会 那当然大家也一直在强调说 现在就卡在王金平 他也想选总统放不下嘛 所以现在就是说 王金平在这个郭柯阵营里面呢 他想选总统 而吴敦毅在这个所谓 国民党阵营里面 也一直都没有放弃要选总统 这两个人都没有放弃的状况之下 到底这个局势会如何演变 很多人也觉得说 目前看起来会赢的人 好像不一定有机会可以出来 而那些可能大家觉得 比较没机会的人 却一直抢着要出头 那但是王金平的问题就在于说 我相信这个郭台铭跟柯文哲 也都很清楚他的状况 所以今天柯文哲也说 狮子跟老虎是比较可以谈得来 比较可以谈合作 但是狐狸呢 就比较没有办法跟他们谈 所以好像也有点就是 变成在切割王金平 我觉得对王金平也不是很厚道啦 说实话 那我觉得王金平这个人 我们一直也在谈过 他一路的心路历程 我觉得只要给予他一定的尊重 跟 我觉得最后王金平 还是会愿意以大局为重 在国民党里面 因为他是受尽欺负 他是在制度里面 他觉得不是照原来的制度 所以他最后不愿意参加这个初选 但是跟郭台铭跟柯文哲的结合 王金平说我们有共同的报复 只是你们必须要说服大家 你们的报复到底是什么 不是互相的分张 不是这种利益的结合 而是你们的报复跟理念是什么 因为柯文哲又说 政治不是分张的政治 他不希望当郭台铭的副手 因为他不要让大家认为是分张的政治 可是问题是那你们的理念跟政策是什么 如果说你们现在的结合只是各取所需 大家觉得你们是互相利用 那大家就会认为这是分张的政治 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虽然一开始结盟的那个民调跟声势非常的高 可是你会发现已经开始往下滑了 因为大家开始认为说 你们就是互相的利用 然后彼此只是为了赢得选举 赢得选举有的是为了报复 为了你个人的私欲 还是真的为了台湾为了民主 这个部分你必须要向人民交代清楚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